年夜饭第四集 走起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刚才正中的剁椒鱼头 这个配料非常的简单 其实就是姜蒜 豆子 这个二斤条 湖南这边也叫 线椒 还有纸酥 姜蒜我们把它先拍一下 然后把它剁成末 线椒 先把它一分为二 然后切成米 所有的煮料 糊料都已经准备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制作 很多美食博主在 分享这个剁椒鱼头教程的时候 搞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 什么鱼头要腌制 放盐放料酒 其实在香菜在湖南这边 做鱼头 是根本不需要腌制的 只需要把它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再次把它清洗一下 热锅放入适量的菜籽油 猪油 先下入姜蒜末 把香味彻底的炒出来 再放入小米椒末 增辣味 紧接着放入这个红线椒米 增加香味 以及 综合这个剁辣椒的咸味 然后跟这个 红椒米一比一的剁椒 小火炒香 然后我们调味 来两小时味精 适量的白糖提鲜 蚝油适量 来点白胡椒粉 蒸香 接着咱们咬出来 然后做这个剁椒鱼头 如果想它熟得更快 熟得更一致的 咱们可以在这个盘底 垫两双筷子 筷子垫好之后 咱们垫点这个紫树叶子 也是巨星蒸香的 接着摆入这个鱼头 这样的话 这个蒸汽它会全方位的 渗透到这个鱼头里面去 比不电筷子可以少蒸 三十秒钟到一分钟 然后来上适量的蒸鱼水油 这个一定要把握好度 不需要太多 下面就直接盖这个剁辣椒 接着咱们放入上大气的海鲜蒸锅 蒸七分钟 如果是家庭制度的话 可以蒸八分半钟到九分钟 现在是晚上八点过十分 我们八点一时期拿出来 现在是正好八点一时期 然后咱们把这个筷子拿出来就OK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漂不漂亮 有没有食欲 有没有熟 好,我们直接插这块肉就可以了 用筷子轻轻松松插进去 然后来上一点性感迷人的小葱花 接着咱们来上一条冰冷的热油 完全激发出葱花的香味 咱们来试一下这个鱼头味道怎么样 这种鲜活的鱼头蒸出来 味道应该是没毛病的 非常的嫩 吃鱼头要吃这个鱼头里面这些肉 什么鱼唇,核桃肉 还有鱼腩这一块 下面这个汤子泡饭吃 泡面条吃 是非常的爽的 那么湖南的一个八大香菜之一 剁椒鱼头 其实没有什么绝效 鱼头才用鲜活的鱼头 然后剁辣椒 也是要用这种农家剁辣椒 很多非湖南省以外的地方 做这个鱼头 都会把它去什么 放料酒,盐 乱七八糟的东西去腌制 然后剁辣椒用水去洗 这样是完全失去了 这个菜的一个灵魂 鱼头是千万不要放盐 料酒去腌 你腌制的话 这个鱼头蒸出来 再怎么蒸这个鱼头的肉 不会鲜嫩 然后剁辣椒如果去用水洗的话 这个剁辣椒就失去灵魂了 剁辣椒就是要它这个 里面的这些汁水 它蒸出来才会好吃 汤汁蒸出来才会下饭 所以说没什么其他的绝效 指数的话 大家有就可以放一点 没有不放也没问题 其实很多人是建议说 做鱼要有头有尾 但是我觉得 这些都是一些旧的风俗 一些旧的说法 如果在年夜饭桌上 这么一道剁椒鱼头 既能够下饭 又能够下饭 又能够下酒 非常的到位 端餐桌上 都是一道很大气的菜 所以说在这个即将 除夕到来之际 希望大家能够把这道 湖南正宗的剁椒鱼头 去试一下 所以说先把这些视频收藏 转发给你更多需要的朋友 或者亲戚 同时想念下更多香菜 和关注更多年夜饭精彩内容的 一定要关注香菜二来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